昨晚車路士和李成都比完賽 最後剩下萬成未打 今早就立即有朋友留言問 李斯特成是否降班?會不會降? 其實我在今季的英超季初都說過 李斯特成降班是即將的 不過在看一季還是兩季之內 其實我都說李斯特成降班 相信是在這兩季會發生的 所以其實他們降班的事情是肯定的 不過究竟是今季還是下一季 我都會和大家聊一會兒講一下 首先又要報一報聯賽榜 車路士濕得兩分,60 熱刺50 阿仙奴50 利物浦49 萬成49 萬聯48 萬成未比賽 但今晚會打班尼茅夫 其實他們週中的歐聯 未必打的 要去到2月22日才打歐聯 所以今晚我相信萬成會拼搏一戰 拿3分基本上應該是肯定的 其實萬成拿3分 上52做第2位 距離車路士叫8分 拉班近一點 不得得得 報了就是榜尾形勢 榜尾形勢更緊湊 這個就是小雲斯贏了李成之後 就叫做止血了 上到第15位即24分 16位開始就全部差1分至2分 這個就是米寶16 22分 第17位李成 21分 第18位侯成 20 19就是水晶弓10 就是19分 另外 包尾的是新特蘭 就19分 好了 首先要講解 在李斯特成的降班問題之前 就要講講車路士的比賽 昨晚車路士就比賽了 其實一開始這個搬尼 他是用一種從車路士對攻的方式去營戰車路士 把戰線壓到很前 沒有一心死守 那這一種想法呢 我是挺震驚的 因為基本上這樣做呢 是自殺都沒有分別啦 那我就認為呢 如果他這樣打呢 其實很快車路士就入球啦 結果車路士6分鐘就真的入球了 是反擊來的 就是對於車路士來講呢 對著藥女 可以用這個反擊入球呢 就是對於一對藥女來講呢 是真是幾傻仔的表現來的 那問題就是這個搬尼呢 就傻人都叫有些傻福啊 那因為呢 就是 突然下起雪來啦 那些雪越落越大 去到上半場的中段可以說是影響了比賽的 那場地是不漂亮啦 一九九啦 那你見到那些球呢 傳一下傳一下呢 就很慢的啦 傳得啦 通常呢 就是在一個短傳互動上面呢 是拖慢了呢 其實是對防守有利的 那其實之後車路士怎樣攻都好 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啦 就是撕破對手密集的速度上面呢 就起不了什麼作用 那所以其實呢 就協助了搬尼呢 是做了一個先天性的防守啦 那都要站一站啦 那搬尼的Bready啦 就是天與露滑 他都可以捉到一個這麼漂亮的佛球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不容易的事啦 那可以賺一賺他這個佛球 就是叫他捨得不錯啦 那還有呢 這個球來到呢 就是古圖爾斯那裡 其實都幾滑啦 所以那個呢 他碰到那個球呢 但是其實都滑了進去龍門那裡啦 那這個呢 很明顯呢 就是其實 就是對於車路士來講啦 可以說是一個是天意啦 就是說那個雪是突然間落起來啦 那基本上是影響了他們的表現啦 那這樣子的 那對於車路士球迷來講呢 我相信都不是說需要那麼擔心的 因為其實 始終呢 都是一個先天性的問題影響了那個進攻啦 那後來呢 江安帝也都呢 是將那個戰陣呢 就由這個343呢 就變成了呢 就是4213啊 一個這樣的陣式啊 就是放了 因為瑞尼安進來就全攻的 但是都是那個問題啦 就是雪的問題啦 場地的問題啦 好了 那車路士叫失了兩分啦 但是問題暫時就不大的啦 那麼最大問題呢 就是李承啦 李承呢 又跟這個小雲斯 這個小雲斯是對攻啦 結果是輸突擊啦 那就是這個小雲斯就是安全一點啦 但是李承就極危險啦 那麼就立刻當然有人問了 就是李承今年降不降班呢 好啦 講到今年降不降班 有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 究竟李斯特成的歐聯前途 可以走到多遠呢 正常來講呢 就是如果那個歐聯是越走越遠呢 那麼英超 就是越來越衰的啦 因為他們是要兼甲打這個 就是歐洲賽來講呢 對於他們聯賽的壓力 已經在基礎上已經是不好的啦 連輸了六場 如果還要兼打歐聯 還要去打八強呢 是真的很嚴重啦 我覺得是 我再說一說吧 就是李承啦 如果呢 歐聯打到八強 他在英超的時候 然後那些比賽的Fistures又有多嚴峻呢 這個呢 看看吧 李斯特成呢 他在2月25號呢 是要對這個呢 這個是西維爾的啦 但是呢 在28號 就是3日後 納匹對利物浦 利物浦呢 就是現在欠前四的嘛 很緊張的嘛 所以一定是拼死 跟你設成一箭的 所以這場球你設成是冷過水的 好了 那之後呢 就叫休息一休息啦 但是問題就是 去到3月4號呢 就對一對 就是六分大戰的 是護級大戰 對著喉成喔 也是一定是惡打的啦 因為喉成一定呢 是跟你拼死一箭的 那接著呢 去到3月12日 就對阿仙奴 阿仙奴呢 又是呢 爭近前四日是跟你拼死一箭的 這九分其實失散的機會呢 是極大喔 就是說其實連輸九場的機會是極之大喔 那好啦 如果呢 就是利息一誠呢 又瘋了啦 他們就是如果呢 在這個聯賽上面呢 他們就是完全不理 但是呢 去到歐聯的時候 用了那些氣啊 用了自己的體能 還有呢 是瘋了這樣呢 去到歐聯 半藥兩隊呢 那進級八強又怎樣呢 那就瘋了 如果進級八強的時候呢 其實呢 他們是最嚴峻的時間呢 亦都在英超裏面的四月呀 我們講一講啦 那打完阿仙奴呢 其實就是對韋詩咸啦 18號 3月18號對韋詩咸啦 那其實對韋詩咸呢 就不是叫難打的 因為韋詩咸呢 就現在呢 可能呢 都已經是督定可以互倒級啦 通常呢 在這些 三、四月對著那些互倒級的球隊呢 可能呢 互倒級那隊呢 又可能會放下水的 但是問題這場賽事呢 他們是作客的呀 那好了 去到四月啦 去到四月呢 其實 首先呢 對史篤城啦 史篤城可能都是一隊 會放水的球啦 可能已經是互倒級啦 但是不要忘記呀 如果你詩咸 真是去到歐聯八強 四月就要打的啦 去到歐聯八強來說呢 這個四月呢 你才是整個魔鬼賽程展開的啦 英超呀 四月五號 六分大戰呀 四月五號六分大戰 對新特蘭 六分大戰 那就是四月八號叫對愛華頓啦 但是愛華頓可能呢 都有些想呢 是向前衝的是跡象的 因為其實呢 距離前面呢 前四呢 可能是欠這個呢 就是六七分啦 可能呢都會想呢 是試一下 他贏多些球呢 去搏一搏的啦 所以呢 愛華頓這場作客呢 也是不容易打的 跟著啦 去到四月十五號 就是這場很重要啦 六分大戰 對水晶弓 還要作客 就是你看得到呢 其實 史篤城那些作客賽事 都幾難打的啦 還要對六分大戰 水晶弓四月十五 那去到呢 四月二十二未完喔 魔鬼賽程未完的喔 四月二十二 即使是主場 但是對著呢 還是呢 應該是搶分壓力很大的熱刺 熱刺喔 前四球隊可能要對 就是又是呢 是難打的 魔鬼賽程四月 如果你史誠城去到八強的話呢 的確確真的會 我相信呢 降班機會很大啦 但是如果你史誠城去到歐聯八強 好啦 那之後呢 去到四月二十九 是對西布朗 雖然西布朗可能都會放水 但是又是作客的 好啦 去到五月六號這場好一點點啦 就是對著呢 屈福特 就是主場的 屈福特可能會放水啦 但是去到最後呢 是五月十三號呢 對曼城的 曼城可能在衝前四的 又是難打 那薩科戰呢 李誠呢 就對著 搬尼茅夫 但是去到薩科戰 那麼問才說呢 又是真是已經為時而晚了 那其實呢 最重要的 是時間呢 就是四月 而四月呢 就是 這個 又要六分大戰 對兩隊的 就是這個 新特蘭 和對這個 水晶宮呢 又要對呢 就是前線的 是球隊熱刺的 就是說其實如果呢 是李誓誠真是去到歐聯的八強呢 那麼他們今年呢 基本上降班呢 我是可以打個九成的 是分數給他的了 那就是 就是如果呢 我是雲尼亞 其實最佳的策略呢 就是壯士斷臂啊 真是放棄了歐聯 真是放棄了歐聯 不要打 不要打四月那個歐聯 不要打四月八強的歐聯 專心是打這個呢 就是四月最難打的是賽程 就是英超的賽事 那麼就看看呢 究竟雲尼亞里 那個是 就是他那個壯士斷臂 究竟是有幾壯士啦 有幾斷臂啦 那也都是啦 講完啦 也都有人呢 就是叫我呢 就是預測一下一些歐聯的 那當然會預測歐聯的 那麼大家其實都關心呢 究竟李誓誠 可不可以過到呢 去到八強 那麼我也都會呢 在另一個節目 是講歐聯的那個預測呢 是去跟大家再詳細講一講呢 究竟歐聯的八強 最有機會的那一百隊是哪一百隊的 在三百隊的玫瑠 在三百隊的玫瑠 在四百隊之間